今年来购买紧凑车型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紧凑型从价格上来说相比较其他还是略贵一筹 大多数人心中希望购买紧凑型 但是每每在价格上差强人意 从而转占其他车型 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一款中低收入人群都有购买能力的紧凑型汽车 在这之前大家肯定知道这款车还有其他系列 爱瑞则三和爱瑞则七就比较而言 小编还是更倾向于爱瑞则五的 因其本身的原创度很高 很难和别人撞车 这里说的撞车就和大家说的撞山是一个意思 尽管很多车都大同小运 但大家心里或许还是希望自己的车更加与众不同一些的吧 说起这个潮子 爱瑞则五作为紧凑型的车型 它本身的空间相较于其他汽车来说更加的大一些 而且外观更加的时尚大气 给人一眼的感觉就是上档子 尽管这款车的价格不贵 但是不能否认在外观设计上非常出色 还有就是它的配置 ABS防暴死必不可少 驻车雷达更是一大亮点 还有多功能方向盘 刹车上坡均可辅助等等配置 奇瑞算得上是良心卖家了 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 市场上的紧凑型价格普遍较高 爱瑞则五的价格若是在优贵的基础上来说 六七万就可以拿下来 紧凑型还不贵 确实很令人动心